是西安的灵魂 外地游客会被那个声音给吓到 让这个灵魂炙热起来的 是一抹热烈的红色 从平凡到热烈 就在永远一面之间 当西安的街头传来着铿锵的节奏 就宣告着满足的时刻 饭点的到来 将掺面垂及暗台的屌屌声 直接命名一碗面 西安就是狠 侯起一个试图掩盖内境的西安南亡 人生的一面 是如同一碗素面的银行职员 银行工作 每天都看的是一样的事 比较机械化吧 另一面 却是交了油泼辣子的说唱歌手 在音乐这条路上有一致坚持 但是你的家人 有一些不安 从高中励志说唱开始 侯起就开启了理想与现实的抉择模式 因为西安又爱又恨吧 虽然是西安人 但是我从小都不太会说方言 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事 然后和同学的关系变得比较疏远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说唱 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现在是在外面漂了很多年 一回家然后吃上一碗银银面 还是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西安人 老板 你跟我来个跟以前一样 其实西安人性格就肯定 普遍都是比较豪放一点 能表现出来的 都是比较粗犷的 然后边面也是 就没有太多加工 扯一扯 然后摔一摔 就是比较直接的 端上来之后也特别有时间 给我们接近一个 就 воздух 不好意思 侯奇 习惯在拿到铝制面盆的那一刻 开启自己的满足感仪式 像他们家这种面的话 面量也比较大 所以不吃面汤的话 顶不住 吃面不吃算了 少的东西太多了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我不喜欢往面里 加别的东西 它本身端上来的时候 我就认为它就是一碗 完整的作品 所以吃面的话 它那些配菜什么的 我会尽量地把它先吃掉 韭菜的辛辣 土豆的香脆 剁椒的刺激 西红柿的酸甜 以及扫子的厚重 这些平凡的元素 看似不和谐的音符 却被老板编排成 前卫的味觉音乐 我妈小时候经常给我做那些面 我有提一些要求 就是我只想吃里边的面 不要其他的东西 然后当时我妈给我做很多面的话 看起来就特别 朴实雾滑一碗面 吃了嘴嘴之后那种感觉真的是会 特别上头 每一个西安人都有自己的独家吃面秘迹 比如裤带面装的老板娘 身为做面人 她更有一颗吃面的心 我每天都省不了我一碗面 又是你今天两碗 我以前喜欢吃什么我就加点什么 好比这个四合一 我就喜欢吃西红柿跟肉拌到一起 这家里这个腊子片 腊子片我把它做成剁椒了 油一泡两葱的腊子一块一泡 再用干拌面肉烧着 鸡蛋有西红柿嘛 再然后弄个油泡 鸡蛋有西红柿 我一尝它很好吃 我喜欢 我喜欢的我就做 这边还要喝碗面头 你们都不会吃 吃了就要这样 一碗吃完了喝完了 我吃辣椒 有不行 我吃辣椒你 他们家最早没有招牌 一个字都没有 我俩都不识字嘛 白熟起家 这就慢慢做嘛 做嘛咋样喝什么 说是再把这做的 只要实时再再做 他绝对就是有人来吃 这都四年都没有编过家庭 肉再再涨 我也没有涨过 我就说是 走到我俩上班 拿个工资就对了 听说他做这个面 二十几年了 真的想想不到 没有什么事 吃一碗彪彪面 解决不了的 如今 每天下班一碗彪彪面 成了侯琪的人生打卡点 举起筷子 朝九晚五 放下面盆 换上自己的理想战衣 在一面之间 过着自己的双面人生 最开始的话自己挺没有坚持的 不管有什么火都会去接 后来的话我就觉得音乐 其实不应该是那样的 慢慢慢慢我的火就变少了 更多时间是给自己 我现在还不是那种我觉得可以做取舍的阶段 我不可能把音乐放下来 去完全去工作上班 我也不可能再像之前一样 帮助音乐 不考虑生活稳不稳定这些方面的问题 可能之后我会做一些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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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西安的话 本身说上的这个历史也挺久的 最早的话有乱战门 后来有派克特 然后再到现在的话 还有坚持了很久 像白虎老白他们的大风 一个rapper跟村长的女儿谈了对象 然后卫分长直接绑到白露园上去 把他手机全收了 钱也全收了 然后就给他留了半瓶冰红茶 然后让他自己从白露园上走下来 林友先生只留一句话 还该不该跟他女子踩对象 最后回来接着谈 接着谈嘛 然后后来正常分的手 还是个rapper